河北农民一晚移动上千公里,更有神秘人出手相助,声称有外星人超能力,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此离奇?难道果真有外星人载人飞行?这位就是今天的主人公黄颜秋,三十年前发生了一件怪事的时候,他才21岁那年他刚病婚,准备打扫打扫屋子,劳累了一天的黄颜秋躺下以后,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,黄颜秋醒来之后竟然身处南京,他认为是在做梦,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那就是南京的呢?原来黄颜秋描述的都和南京的建筑符合,他怎么可能在九个小时之内,从河北农村突然就穿越到了南京,再上世纪根本是不节能的,而且黄颜秋家境贫寒也不足以支持,那么多的火车和飞机费用,正当黄颜秋满心恐惧之际,突然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他的身边悄悄的出现了两个神秘人,黄颜秋描述这两个人,身穿民警的服装, 还告诉黄颜秋这里是南京的市中心,随后这两个神秘人给了黄颜秋一个纸片,原来是去上海的火车票,让黄颜秋去上海等待往家里遣返,就在黄颜秋失踪后的第二天,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到了黄颜秋的家乡,工作人员希望村里派人去上海任一任, 可是更加离奇的事情还在后面,河北农民一晚移动上千公里,更有神秘人出手相助,声称有外星人超能力,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此离奇? 难道果真有外星人载人飞行?那两个神秘人在火车站接到了黄颜秋,而且两个神秘人背着黄颜秋来到了遣送站,而且还是飞过去的简直不可思议。 黄颜秋的村里人来到上海后,就把黄颜秋接回村子里了,距离黄颜秋返乡不到三十天,农历九月初一的晚上,村委会召开大稿生产群众动员会,开完会以后大概是晚上十点来钟,黄颜秋回到了自己家里,累了一天的他倒头就睡了,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又身在异乡了,这次他来到了上海,游走在上海街头的黄颜秋不知道该往哪里去,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, 上次接他的上海老乡吕海生,于是他准备寻着上次的记忆找吕海生去,让他惊恐万分的一幕出现了,在他身边又出现了两个神秘人,这两个神秘人还和上次一样,背着黄颜秋来到了吕海生家里,吕海生开门之后看到黄颜秋,竟然不到一小时就来到了自己家,自己家距离黄颜秋的市中心,需要十分复杂的公交线路,这可真的也让吕海生心生疑惑, 就这样吕海生把黄颜秋送到火车站回家,村里人一时间是议论纷纷,难道真的地球上来了外星人,河北农民一晚移动上千公里,更有神秘人出手相助,声称有外星人超能力,到底是什么事情如此离奇,难道果真有外星人载人飞行? 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离奇经历,黄颜秋真的怕了,但是在9月份黄颜秋开始头晕了,接着两个神秘人又出现了,9天之内他被两个能飞行的人背着,飞越了19个省市,将近飞越了大半个中国如此大范围的飞行,黄颜秋这次的记忆十分清楚,但是按照黄颜秋的说法和种种描述,都和事实不符, 那么是否能证明,这些奇怪的经历都是黄颜秋的难刻一梦呢? 事不宜迟记者带着黄颜秋来到了医院,精神科的医生表示,他说的部分的是事实,部分的是有一些异想的加工,这说明很可能黄颜秋有轻微的精神问题,这些都只不过是他在梦中经历了一场奇幻之旅,而且上世纪七十年代,社会上气功和一些超自然能力的谣言盛行,也给了黄颜秋心理暗示,导致黄颜秋梦到了如此经历,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之内说出自己的看法,我们一起讨论,也请大家转发推荐,长按点个赞你会发现惊喜,你们的知识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。